真的是好像没有得费哦 可是我在KL吃鸡排 真的是吃台湾鸡排吃到怕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王子厨房 然后这一次我要试一试看KL有几档的台湾炸鸡排 最近很想吃炸鸡排 然后第一档我来到了蒙甲 你看我点的原味很大片一些 蒙甲它用的这个它就是用粉浆 不是用地瓜粉那种 它皮不会很厚 虽然你看看它这样 可是它是有顺素啊 它有个空气感 它咬下去不是扎实那种 而且它的肉都很厚一下 就很煮细很多汁 腌制也很好 我平时呢 都是叫外卖 这次最主要就是 我很想去台湾 可是有很多肥 然后我只能在KL找一找 有什么台湾鸡排的炸鸡排 然后在马来西亚看它们的数字 跟水准如何 然后比较一下 让大家参考参考 我吃完这个 我还有得吃另外几家 继续看下去 这间就是士林台湾小吃的炸鸡排 而且这间呢 应该很多人都比较熟悉 而且它应该是第一间 进了马来西亚连锁的炸鸡排 然后你看它的皮 它的粉 就是最常见的就是 裹了地瓜粉 可是这个鸡排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冷了之后 它的皮会回潮 然后它就会比较软软 它其实现在是蛮好吃的 然后它皮 就是逼那些粉浆还有脆 然后其实它大片 你看 它就是把它折了一半 然后它基本上它鸡肉 是没有什么味道 它主要就是靠它外面的那些 辣椒粉还有椒也 还有椒也 然后有它好不好吃呢 都吃得太多了 所以 都已经习惯了各位 接下来 看一下还有什么炸鸡排 可以去吃 这一张我来到 恶魔鸡排 这个鸡排呢 是源自台湾冯甲夜市 然后看一下鸡排 而且它这一个你看它用的粉浆 不是粘的地瓜粉的 它就是用一些面粉脆浆 我点的这个原味的这一片 是3块9 它鸡肉蛮不错 而且它鸡肉很粗细 很多汁 而且有很香的那个蒜 酸的味道 而且它皮 它的粉浆 很脆口 可是它外面的 它整个鸡排炸的有一点点 有不完全的 其实它的皮类似 我本地马来西亚 会用来炸那些 整个的那些粉浆 有一点类似 而且它调味不会太重 它基本上都是 它是腌制鸡肉的味道 而且我另外点的这一袋 炸鸡皮 它鸡皮是较腌透的 我觉得它的鸡皮 中间部分 有一点 还是带软的 就是炸鸡肉的感觉 接下来我还继续寻找 其他家的台湾炸鸡排 这一间就是吃鸡鸡排 然后是在咱们 然后扩大新台一点 然后它原片是在台北车站 然后这一片是 黄金鸡排 12块9 然后这刚炸起来 它火候好像 还有一点点要进步 它不到很多汁 可是蛮不会干 它皮是有脆 然后它肉是白甜的 它甜味应该是采鱼的 日本采鱼的原汁 的味道 就不是糖的那种死甜 这个 萝卓鸡排 然后应该是 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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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皮蛮不错的 腰 腰 有类似那些 香甜 它还蛮不错的 有肉财精品 如果跟这个比 我会比较喜欢这个 以上就是我今天吃了这么多甜的鸡排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like share还有留言 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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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